两位请慢 我有问题 记者先生 我们待会儿有一个记者发布会 你有什么问题 待会儿提问好吧 我怕等会儿就来不及了 张行业小姐 王一南先生在外面有女人 让对方怀上了孩子 你知道你还愿意嫁给他 为什么 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你说什么 怎么回事 不是啊 跟我说是 王一南先生 你就没有坦诚地告诉张行业小姐吗 胡说八道 保安 把这个闹事的家伙给我轰出去 想都没想 你怕你的丑事被外界知道吧 无凭无据 你在血口喷人 这是你记者该干什么 王董事长 王董事长 我当然是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 我手里面可掌握了充分的证据 可以证明王一南先生 确实在外面有女人 王一南先生 你们 王一南先生 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啊 那个女人是谁啊 你说一下吧 王先生 既然你倒有孩子了 那今天干嘛还订婚呢 各位记者朋友 今天是我订婚的日子 你们别太过分了 王 去哪儿了 把这些人都轰出去 太不理其道了 你别别记着 你开了 你开了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快出去吧 快出去 来 来 王先生 不要好点挤了 你找一找吧 轰出去 你们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们为什么说你在外面有女人 还有孩子 哈燕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你告诉我 你没有骗我 他们说的都不是真的 我没骗你 他们说的都不是事实 我可以向你解释 我只是要 要先搞清楚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你自己做没做 你不知道吗 搞什么清楚 王先生 如果你是清白的 你就不用怕我手里的证据 请你公开地告诉我们 你跟其他女性 没有发生过关系 告诉她 告诉我 有还是没有 哈燕 我真的搞不清楚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那天喝了酒之后 我就昏迷不醒了 我 所以是真的 也就是说 王先生你身为富二代 假借酒后乱性 而使乱中气 这对怀了你孩子的女事 可太不公平啊 你说够了没有 我都说了我不知道 哈燕 我 你放开我 哈燕 哈燕 跑啊 哈燕 哈燕 我去追 爹 哈燕 哈燕 请我解释 哈燕 哈燕 我们让他别挡住啊 哈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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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让他别挡住啊 哈燕 走 哈燕 走 哈燕 怎么走 哈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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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过来 哈燕 你听我说 哈燕 请你相信我 哈燕 我真的没有做出对不起你的事情 真的没有 你口口声声说你没有对不起我 那你告诉我 那个人到底是谁 在什么情况下 他怀了你的孩子 你给我过来 喂 你干什么 刘采凡 为什么你要设计陷害我 为什么你要破坏我跟哈燕的婚事 为什么 她是我女朋友 你少碰她 儿子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一南 有话好好说 这件事 怎么会扯上采凡呢 赵丽天 既然刘采凡是你的女人 你就好好管管她 叫她不要破坏我的名誉 破坏我跟哈燕的婚事 你胡说八道什么 还是我来说吧 哈燕 你一定很想知道 那个女人是谁 对不起 那个女人 就是我 是个小瘋了 我 是个小瘋 是个小瘋 我已经有了一男的孩子 再过十个月 他就要出事了 蔡凡 你在说什么呢 不可能 不可能 花言 不可能 我知道你们不会相信 所以我带来了花言报告 你怎么可以证明这儿孩子是易南的 我不需要证明什么 因为这件事情 我跟易南都很清楚 刘采凡 你能告诉我 你跟这个男人到底干了些什么吗 打 我们做了什么 还要跟你解释吗 刘采凡 我不知道你肚子里的孩子 到底是跟谁有的 但是那天我喝了你给我的酒之后 我就昏迷了 一定是你在酒里头下了迷药 后来的事情我完全不知道 一句不知道就想算了吗 那诊断报告也是假的 就算诊断报告是真的 你怎么证明孩子是我的 你要是不信 可以去验DNA 你不认我 你不认我没有关系 但是你不能不认这个孩子 不要再说了 不要再说了 你 你 简直太不要脸了 怎么会做出这样缺德的事情 我们刘家的脸面简直让你丢尽了 妈 易南本来就是我的 我现在让他回到我的身边 不可以吗 她是你男朋友 我呢 我是谁 我是谁 不说话什么 我就知道 你是个狼心狗肺的女人 怪我错看你了 今天你无情 别怪我对你无疑 刘采凡 算你狠 海燕 你不要抱我 海燕 你听我说 我真的没有做出对不起你的事情 我真的没有 我答应过你 我会好好照顾你 你拿什么来照顾我 你现在已经是有孩子的人了 你是什么来照顾我 我 我问你 你是否还记得你曾经答应过我的 我恨你 我恨你 海燕 你别碰我 海燕 都是你惹的事 你呀 刘采凡 从头到尾都是你设计我 你设计我跟你结婚 然后一脚踢开我 等等我真心想把你忘掉的时候 我真心想好好跟海燕过一辈子的时候 你又来破坏我跟海燕的婚事 为什么 为什么你要这么做 为什么 刘采凡 我第一次 这是我第一次 我真的希望 你从来没有在我面前出现过 怎么了 没事 厂商发等信恭喜我呢 各位嘉宾 各位准新郎准新娘的亲朋好友们 现在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 来欢迎两位 费新人的入场 走吧 来 楼án 咔! 咩! 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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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燕还真是有夫妻 虽然过了二十多年的苦日子 总算有人照顾她 呵护她 苦尽甘来 这孩子是个有夫妻的孩子 各位嘉宾 欢迎光临王氏集团继承人 王一南先生 以及他的未婚妻张寒燕小姐的订婚典礼 我们知道啊 人的一生要遇到一位彼此契合 相互珍惜的对象 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是缘分让他们相识 相知 相爱 并且决定牵手一生 这个特别的日子 一南 你是不见棺材不掉类 那我就成全 希望他们的幸福之路也就此开启 我们眼前这对新人啊 可以说是天作之合 他们在一起走过了风风雨雨 终于走到了今天订婚的这一天了 各位 朋友一段美好的爱情 需要坚定的盟约和彼此的祝福 现在就让两位交换订婚戒指 接受我们大家的祝福吧 谢谢 别怪我 餐饭你没事吧 没事